不惜班里小男童伸出手 打了另一名男童一巴掌 对方也还手一个耳光 老师人呢 现场不见大人阻止 却有一名男子在后面 双手插腰边看边笑 原来他就是班上老师 不但要两名男童互甩巴掌 还找高年级生帮忙压住后警 助长这起校园霸凌 直到男童回家 家长发现脸上有淤青 转起事件才曝光 竟然是学俄罗斯战斗民族 互相打巴掌比赛 那种模式在互相羞辱对方 事发在新北戏局的英语补习班 11号晚上两名小六男童 爆发推极吵闹 男老师竟要求他们互赏巴掌 打骗的话又重来隔天继续比赛 赢得人有数元奖金 整个过程还叫其他学童录影取乐 对付比较调皮的学员 都是用比较戏虐性 侮辱人格性的像 你该吃药了哦 补习班老师双手胜扣 被远景带下车 他公称是因为小朋友要打架 他担心两人受伤才会建议玩 互打脸颊游戏比较安全 老师的处置不当 那我们会做深刻的检讨 觉得很抱歉 新北交易局回应 虽然补习班合法立案 但如果案情属实 将对这名老师 采取最重60万元罚款 他也不能再任教职 并通报全国永久不是任系统 而目前两名男同的家长 也将对老师提告强制伤害罪等 最重恐判13年 为人失表却带头霸凌 不仅吃上刑则更让小朋友心中留下无法抹灭的阴影 接着谢洪如菜山新北参访报道 能够及时补充抗净疫的 旺旺水神微酸性电解次氯酸水的生成机 让防疫变得更方便更安心 一天你用200次都没有问题的 比酒精啦 比漂白水更加的环保 如果你要购买旺旺水神生成机 中天新闻的观众是有独家的好看